大家好,我是来自小红尝团队 我眼前呢,就是我们楼层里面做烟灶的啊 这个材料是防火的,耐火极限非常高 防火的,阻燃性的啊 这是一种新型材料 之前呢,就是水泥浴制的,现在就是都是用这种板材型的啊 里面掺的有水泥 把板子弄好之后,在现场加工制作的啊 这个工人师傅弄的就是我们的气厅枪啊 这旁边有个加气棒啊 做起来非常简单,把尺寸算好之后,把料下好啊 把它拼装上就行了 这个口就是我们那个培烟口啊 这个烟 这个烟是防倒流的啊 我们遇到那个环境的那个 我这把这个车描过了 就这个确eme看着一块都动了 看得 드顧的是错的不动 且知道我们遇到那叫烟姐 我跳过去 这个烟 Happ 我看你 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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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个排烟口 排烟口上面有个盖子 盖子是防烟倒流的 烟道通到楼层 楼层顶部有一个负压 烟口一样往上抽烟 自动的 楼层比较高 他会产生负压 烟一直往上排 自动往上排啊 说到这个负压 我们在牵扯的一个知识 就是我们的楼梯件啊 楼梯件它是一个通体结构 上下也会产生负压 所以说底层 底层着火之后啊 一定要把防火门关上啊 要不然它是 给个烟囱一样的效效应啊 往上往下窜烟 所以说每每一层 这个楼梯间都要处于封闭状态啊 起火的时候都要自动进行封闭状态 如果楼梯间产生负压的产生负压效应的烟团效应的话 底层着火之后 这个烟啊一直能窜到顶部啊 这是一个扩展的一个知识啊 大家可以上网去了解一下 在这里具体都不太多讲了 好想了解更多视频呢 请加我们的微信1394902702